中国立化会辽阳仓路保护地成立于2022年3月26日举行第七盘仪式在瓦瑞沟村仓路保护地 我们有志愿者一百多人现在在一起巡护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绿水青山 现在呢这个仓路基地呢保护地呢现在已经仓路已经渐渐长大了 最早的时候呢是2008年是几百只 现在已经达到两千来只了 现在这个这些小长路都正常长到了 希望呢这些有二十年是加入我们这些志愿者的行业来 一起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青山绿水